这场债务危机 甚至让整个中国的 金军疫情模式 都发生了转变 让全球都把目光 聚焦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恒大这个名字 我相信这两年 大家耳朵都听出简子 可是这场轰动 全球的债务危机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的底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咱就来看看许老板 是怎么在短短的30年中 把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找到天翻地 首先啊 恒大这两万页的债 是怎么来的呢 我概括成一句话 就是许老板 他太会接钱了 众所周知啊 房地产是个重资本的行业 从拿地盖楼到销售 每个环节都需要钱 许老板在1997年 刚有恒大的时候 兜里那是一穷二百 但这不影响人家长袖善武啊 他先去找政府谈好 和拿地这个钱我分欺负 有了政府的背书呢 再去找银行借钱 转头先把政府的首付附上 到了盖房的时候 我再跟供应商商商量好 说这钱我先付一半 等之后楼开盘了再付违宽 房子刚盖了一层 就开始开盘卖七房 把客户的钱拿到 这资金不就周转上了吗 比如当年恒大第一个楼盘 卖完回笼了八千多元资金 是他当初拿地的时候的16倍 你看这就把政府 银行 供应商 客户 都借了个遍 自己还大赚了一笔 国会搞现金管理 咱就讲这个空手套白狼 说白了就是通过 极致的现金流管理 来撬动最大的杠杠 其实杠杆越大 风险就越大 可是2000年初 那是地产的黄金期 确实就是谁杠杠开的最大 玩的最野 谁就挣得最多 所以许老板就靠着这套 空手套白狼 那是高格猛进 业务迅速就拓展到了全国 2009年恒大地产在港股上市 这也让许家印 以400多亿人民币的身家 一跃成为了中国大陆首富 接下来几年里 恒大每年都要会见 1000多个海内外投资机构 但凡聊得好了 我就都拉过来 成为我恒大债主大军里的一员 那拿到了更多的钱 许老板就更不可能收手了 因为这种持续赢钱的人 一般都会觉得 自己会以同样的方式 继续赢下去 他就继续撬起了更大的杠杆 开始了新一轮的豪赌 党地产这边继续拿地 银行那边自己借钱 要开始打造一个叫做 业务多元的组合型公司 2016年正式把恒大地产 更名为中国恒大 什么女排足球矿泉水 光伏医美P2P 都得进去掺和一角 只可惜啊 除了广州恒大 拿了几次冠军之外 基本上是干啥啥不行 那钱就都打水漂了 2009到16年 恒大的资产和负债 都翻了20多倍 好家伙 和这身家全是揭出来的 但要命的是啊 就是因为许老板这种 高举高打的作风 在16年的时候 他的负债就已经超过了 一万亿 而手里的现金呢 并不多 现金比上短期债 一直都小于一 换句话说 就是兜里的钱 连还今年的债都不够 那如果没有新融资进来 他随时可能面临 自尖而断裂的风险 好在啊 当时的房价是持续上涨的 就虽然非常极限 但他不停地借新债 还旧债 这个资金腾挪 玩的是贼溜 毕竟愿意借他钱的人 还是大把大把的 你说在当时 谁能想到中国恒大会出问题呢 2016年 恒大借市开始筹备A5 借壳深深房上市 许家印成功引入了 三批战略投资者 包括中信 苏宁等等 合计1300亿 并且还签了对赌协议 就承诺他们说 假设上市不成功 我会连本带利地 回购你们手里的股份 但是啊 好景不长 显现出了走下坡路的苗头 王建林那边 就已经开始有点绷不住了 开始去地产化 而营收比恒大还高的万科 也开始奉行现金为往 活下去作为首要目标 但你再回头看看许老板 他好像还想赌一波更大的 就想趁着潮水退去之前 我得再冲一把 毕竟自己一路 都是这么赢过来的嘛 所以恒大嘴上虽然喊着 我要降低负债 但实际上还是继续借钱 继续拿地 简直可以说是房地产行业的 雇佣者 甚至2018年的时候 结果最后就造出了900台车 你看借债越来越多 业务不见起色 投资频频失利 加上债务状况实在是太差了 就让市场对恒大的信心 一降再降 到2020年的时候 恒大借债的利息 已经是当时万科的两倍多了 这时候许老板怎么办呢 别忘了他有一根救命稻草 就是从2016年就开始筹备的 那个在A股的借壳上市 只可惜啊 恒大这次没能盼来救火的水 而是等来了烧火的油 2020年 房地产市场的三条红线发布 恒大因为债务太高 上市直接宣告失败 同时还被限制了跟银行借钱 这下许老板被借钱之路 就彻底封死了 而且你别忘了 他之前不是跟那些投资人 签了对赌协议吗 上市不成功 我得连本带利全都还回去 就都火烧没毛了 这东海龙王来了 许家印也没招了 他是真的借不到钱了 但是人家许老板 就愣是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就跟那些大老板们说啊 钱我现在是还不上 那股份你先拿着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恒大那些大股东 当然也包括最大的股东 就是他自己 他17到19年 平均每年就要给自己 分100多亿的分红 这么多年 加起来拿了500多亿 分红了 到了2021年 恒大多年积累的问题 集中爆发 现在上半年 供应商爆出来说 商票逾期无法兑付 9月份恒大发出的理财产品 也暂停兑付 接着又是几笔境外债的违约 截止到2021年的时候 恒大的负债将近1.9万亿 这里边明面上的债数5000多亿 其他债务呢 或欠政府的税费啊 没兑付的理财产品等等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约负债 也就是普通老百姓 买房的时候 预缴的那些房款 这个在2021年中的数据 大概是2000多亿 还有最大的一块 其实是拖欠了 上下游合作方的钱 高达8600多亿 还有很多隐性债务 像什么名股实债 股权款拖欠 借由非子公司 待见待管等等 可能连恒大自己都数不清楚 所以这1.9万亿 还远远不是恒大债务的全部 徐家印靠借钱住进了豪宅 而他是赚钱的普通人 却住进了烂尾楼 信任的建立需要漫长的积累 而崩塌却是在一瞬间 2022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 中国恒大 恒大物业 恒大汽车 这三家上市公司 都被交易所停牌了 就这样 一个2万亿的庞然大物 公然倒闭 没有人愿意要恒大的债券 商票 徐家印在也找不到 下一个阶盘下